蛤? 甚麼來的? Hello 汪迪 Hello 我是P PIE 又來到這集 汪迪P PIE 到 今集我們會做一個挑戰 就是一年五日 一個只吃精飲 一個只吃焗野 還要煮給對方 因為冬天的關係 他們也很友善 因為我們要抽籤 他們真的... 你會抱住? 抱住 很緊張 今天我要吃烤的东西 我要吃蒸东西 我就要煮蒸的东西给对方 我就煮烤的东西给你吃了 我们看看哪个才是地狱厨 P牌也很地狱的 那顺便是我们的蒸烤炉 那好吧,立刻开始 开始 今次我定P牌赢楼给大家决定 大家看完留言觉得我煮得好一点 还是P牌煮得好一点 这一餐我打算煮好一点 打算煮蒜蓉粉丝虾 那我现在要去买虾先了 买了虾了 现在就去买蒜蓉葱辣椒 要买这个,要买剪天椒 还有蒜 Gyo姐姐说送这些给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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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个pizza 买些白包制製蒜蓉包 切开它几块,然后把蒜蓉放进去 然后就烤,完成 看吧,一开六 哇,看到都想吃了 超丰富,超多,超多,自制 我极度肯定会比外面好吃 P牌版蒜蓉包 那我们就按这个了 这个按一下就是热锋 按两下就是烤焗 就这样 现在要够一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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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分钟的够了 先够一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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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牌版的晚餐就是这个蒜蓉粉丝蒸虾 开边是怎样开边的 哦,原来开边的虾也是打直的 那没东西了 我以为是好像那些 泰式生虾似身那样反起 就用我的小聪明 汉淘煮饭 我突然发现我不记得加粉丝 幸好看到 哎,粉丝的墊底 弄错了 我刚才还排得这么漂亮 今晚我喜欢吃蒜蓉粉丝海鲜 今天第一天就给它甜头 让它开心一下 而且它这次第一次都要一起去煮东西 都辛苦它 所以我第一餐就先威乐一下它 首先要先进入这个水 进入碗它可以蒸到两三次的 说起来我每次做海鲜都会临急 问我妈妈 那些鱼蒸几分钟 那些虾蒸几分钟 因为我完全是不知道的 但现在我做这个蒜蓉粉丝蒸虾 就不用怕了 因为呢 这部蒸焗爐呢 有这个预测模式的 蒜蓉粉丝蒸虾的预测模式 然后我选这个02 选它是02呢 它就可以自动帮我设置时间 温度 我什么都不用问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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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蒸焗爐最特别是它有个APP 只要连接了就可以 预先教定你想要什么模式 一按蒸焗爐立即感应到 它的APP里面有个美食交流圈 最適合我这些 经常想到头都不知道煮什么 尤其是我们两个人有时都不知道煮什么 那就可以看看里面有什么食谱 或者是彩色的推介 真的爆了 我什么还没那么黑 你先走开 你先做蒜蓉 我闻到很大的蒜蓉味 1,2,3 哇 两大碟 什么事 现在面包大餐 我想说我们有点心有灵 所以我们今天是 厚臭大碟 我喜欢吃这个 你又这样吃 你又算我就算 原来大家都算 文迪克克克 好疼 好疼 走啊 哇 真的好疼 不是你做的 不是我做的 石纸也是我撕出来的 哇 很好吃 我现在再多浸一点 好像不够了 三个 还有三个 还有三个 不要太多了 不要 吃光了 吃光了 各位观众 我们今晚吃的就是 登登 3,2,1 登登 哇 你的饼很漂亮 蒸肉饼 你喜欢吧 蒸肉饼很棒 第一次去街市买猪肉 做蒸肉饼 这款蒸焗炉有三款蒸皮的模式 包括大火快蒸 稳火慢炖 还有这个 纯蒸 蒸肉饼 就用了这个纯蒸的模式 哇 真的看到人了 我也是第一次去街市买猪肉 这个是你自己买的吗 对 买了猪辣骨 那你怎么知道它做多久 预切模式 你昨天也预切模式 好 我现在预切模式做猪辣骨 好 好緊張 好好吃啊 真的吗 自己调的 外面没有这种味道 它很香口 那些焦焦的 是脆的 有些肥的油脂 那些热出来 不够浓 哎呀 我都腌了很久了 不能进入肉那里 嗯 但是表面也很够味 嗯 好想 我竟然大成功啊 我竟然 似无似样 可以参加似无似样大赛 哈哈 我小学呢 是似无似样大赛的亚军 是吗 你扮什么 我和我爸爸参加 小学亚军 你们这样赢到冠冠 不是吧 赢不到冠冠 只能给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参加传榜被唱的 这个火候刚刚好 哈哈哈哈 国家队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喔 这里面是锁到肉汁 所以它不会粘 我本身是想做蜜汁朱辣骨 但我买这个叉烧酱的时候 它会给错了酱 為什麼是豆瓣醬? 我剛才明明說是叉燒醬的 豆瓣? OK 都可以夾到 我們是不是研發了新菜式? 大家不要抄我們 這是我們文迪斯防菜的菜式 我原來是第一次煮菜 鹹蛋黃好吃 不然你應該放兩句 雙黃 文迪斯防菜 雙黃不特別說是肉餅? 很近那個鹹蛋的時候 很好吃 它沾了一點點的鹹蛋白 你應該是避不完 是故意的 這是小秘級 我剛才在冷藏裡面 嘩很棒 當你吃的時候 越吃越到中間的時候 因為已經吃到差不多了 就覺得都是這樣的味道 所以為什麼中間的東西特別呢? 當你吃到中間的時候 一生的衝擊 有些鹹蛋白流進去了 今天是我大顯身手的時候 因為我今天會做這個日式料理 我覺得有了過了套爐之後 我都覺得大膽試這些不同的東西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那我就會跟它的模式去做一些東西 然後就顯得自己很厲害 我今天做什麼日式料理呢? 就是這個 三文魚蒸飯 和這個 茶碗蒸 三文魚蒸飯 大家有看過之前的影片 都知道我做開哪一款三文魚飯 就是煮一煮飯 就要丟到三文魚 丟到蕃茄 放進去 但這次我跟了一部機器的食譜 就有些不同的 要這個 買蟹柳 這個好像很好吃 我決定買一個獎勵自己 買什麼雞湯或者鯨魚湯 再加一些味淋 攪拌均勻 最重要當然要有茶碗蒸的碗 放了蟹柳和蝦 想它滑一點就要格勢了 當然又是用茶碗蒸的魚切模式 先把它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再加三文魚 然後說要這樣加飯 因為剛才的三文魚 好像用了很少 所以剩下三文魚 我覺得可以蒸 有雙層的 切雞 我就可以一次過這樣蒸完 兩樣東西 各位觀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啊 來到第三日 我們面前就是我們要吃的東西 其實我大概知道你吃的 會有什麼給我吃 因為我已經聞到 可以啊 這個飯碗搞笑這麼有趣 對 健康了 我上一兩個星期不斷吃蕃薯 這個樣子很漂亮 你在哪裡買的 好像蟹膏一樣 金黃色 噢 聞到很香 嗯 好像有點乾 不知道 可能因為 那些蕃薯太細條 即它本身預料我 可能是四個大條 我做的那個模式 嗯 因為我心剛剛好 棉質 長度超健康 哈哈哈哈 真的啊 真的很多錢 真的是很健康 好長範 哈哈 但是我覺得 有點無誠意 哇 滑到 滑到我滑到 哇 真的好吃嗎 好滑 真的嗎 好厲害啊 這個味道很好吃 調得很好吃 為什麼這麼厲害 很好吃 真的嗎 好開心啊 好成功啊 嗯 好開心啊 好成功啊 嗯 我教訓她 今晚只要去吃包 嗯 基本上呢 它這個蒸是包了它月熱的時間 所以是沒問題的 轉頭見 我不想吃包 喂呀 哈哈哈哈 兩打 兩打 雞翼山啊 真的啊 今天多點口味 我說不行啊 是不是太刷啊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樣子好像很好吃 那樣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不想吃 哈哈哈哈 有幾隻味道 一隻兩隻三隻 有三隻味道 四隻啊 因為焗雞也有魚切模式 所以很快完成 你覺得我醃成怎樣 吃不出什麼味道 唉呀 那就是那間店的問題 香麻味 是啊 有一隻香麻味 裡面的肉很嫩滑 哦 這個好吃 應該是叉燒包 是嗎 請你唱出它的名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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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包過的 又有包啊 不是這麼容易開金口 啊 南乳雞翼 嗯 哇厲害啊 你這樣吃得出來 喂這個 哇這個奶黃極了 哇 哇我想吃啊 哇 哇我想吃啊 哇流心啊 八分啊 哇 哇 不是你自己的 哇 就差不多了 哇 這個包呢 四分 哈哈 搞錯 來到最後一天了 第五天了 終於 哎呀 太捨不得了 哈哈 那之後也來煮飯了 3 2 1 蛤 蛤 什麼 小小就是做天婦羅 找到了,應該就是這些天婦羅品 別人的天婦羅就是這樣的,P牌的天婦羅 好了,我現在化身這個天婦羅,日本師傅 它的模式有天婦羅模式,所以我試一下 但其實我不是只有蝦仁天婦羅 還有這盤 嘩,矮瓜 這個就像隱私 因為它有天婦羅的漿還在臉上 好奇啊,你的天婦羅 其實呢,可能它大蝦會比較好 因為它的模式是天婦羅的大蝦 怎樣 是沒有天婦羅的味道的 有嗎 是沒有的 沒有嗎 你吃到人薄皮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我的皮 就是我沾到的粉不夠多 其實撩不起來 很難撩的 所以他們放在給你自己選 其實是不是要炒牛油 是不是要炒牛油 要炒麵的 一定要 至於我做的就是剁椒魚頭 我不會吃的 我覺得它是牧肌肉的這個鍋很棒 所以我想試一下 好吃 好吃嗎 挺滑滑的,調味調得不錯 當然 這個可以送我很多飯 還有辣椒 椒很好吃嗎 特意買過剁椒呢 我正在吃什麼 不好意思 好像送糖水那些 沒錯,是一個糖水來的 好像雙皮奶那些 其實我可以自己做 這個是燉木瓜雪耳糖水 也是用了它的預前模式 是人生第一次燉的 OK 有兩小小粒冰寒的 這樣燉好像比較好 如果 對我來說是對的 我覺得外面來說會偏淡 但我不喜歡這麼甜 好,我們已經挑戰了五天吃這個蒸魚肉焗的 但我覺得這個挑戰是煮東西吃 不是只吃那麼簡單 一開始就想 又煮東西吃 煮五天好像很搶 因為我們現在真的比較少煮飯 但這個蒸肉錄就非常方便 因為它有很多的預設模式 你也變成廚神了 是啊 而且我覺得這次挺好玩 因為煮的部分 反而我可以省了功夫 變成我可以花功夫在那些葉 就是怎樣調味 那些挺好玩 其實很多時候想起要煮的東西 卻步了 其實煮的過程發現 不是真的那麼困難 因為我這次跟著它的模式來做 食譜 對,食譜 它還有一個食譜 還有一本跟著給你的 那我就可以看所有材料的性 可以說是一站式提供 告訴你 就適合新手 或者適合我這些 真的完全煮東西吃沒有天分的人 你這次應該都吃得開心 對,還適合我這些煮東西吃有天分 可以發揮出來 我平時沒有機會發揮 是嗎? 那下一集不如就是派P牌煮飯你煮吧 一年五日挑戰我平溫好了 我怕沒有人看的 升焗爐更智能 只要你連接了它的電話APP 就可以預先設定 你想調什麼溫度 想有什麼模式 而且無論它爐溫過高 還是缺水都會有提示 還有餘童鎖 非常安全 它內置五大清潔消毒的模式 餐具消毒 奶磚消毒 爐康清潔 爐康除味 還有新增了蒸氣系統 讓大家清潔焗爐的時候 就更加方便了 最重要它尺寸不是很大 也很省位 但是蒸到很多東西 適合很多家庭用的 因為之前也有同事 就說想買一個蒸焗爐 不知道選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尺寸也不錯 還有兩層蒸架 好了 今集的Munday Keeper 到這裡了 我們看看下集再做什麼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不要走 現在他們正在做一個 去舊形身的Dream Promotion 即是1月31日 只要你上載家裡任何牌子的 蒸焗爐焗爐微波爐的照片 再購買指定產品 包括我這次用蒸焗爐 收到確認電郵 連收據和保養單 去指定地點 就可以換取超市禮券 不要錯過